新北市双西区公所为表扬区内模范父亲 于8月4日在双西综合市场举办了 新北市双西区112年模范父亲表扬典礼 典礼上共有12位模范父亲一同接受双西区长林调节表扬 立委赖品于市议员林义奇迹区内里长均出席这场盛会 典礼以回忆童年美好回忆作为主轴 现场提供各式怀旧童玩让来宾互动体验 让与会嘉宾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活动现场气氛热络融洽 此次表扬的模范父亲中高龄84岁的李天桂先生 投身公职服务乡里近半个世纪 不仅一间扛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重视身教严教对子女严格的品德教育 更是乡里间的表率 获选年度模范父亲可谓实至名归 贵出是我们双西区从改制之前的 第十届到第十八届的市民代表 也担任过两届改制之后的 我们双西区新基里的里长 在担任代表期间呢 担任过三届的代表会副主席 在服务公职长达45年 在过去呢也在内政部 得过三十年四十年的服务奖章 也在我们九十九年 得过我们新北市的特优里长 尤其整个在担任我们这个里长期间 或是下面代表时间呢 帮助我们地方的弱势团体 争取社会福利的补助 协助我们照顾地方上 弱势族群跟我们这些老人家布鱼利 是我们公所非常得力的助手 我非常感谢 公所之处的本来的家伙 所有要表演出来的美女 都有表演出来的 其实我一直说出来的 与中国厨 要感谢这个 里长的书宫女 帮我提拔了 来担任这个 这次是模仿夫妻 虽然这个不是很开心 但是我想起来 我一想感到说 我真公平 富比市地产王综合报导